屋內的垃圾實在太多了 志工拿來帆布 以溜滑梯接力的方式 直接將二樓的垃圾包 滑到一樓來 頓時間整條巷子 滿滿黑色的塑膠袋 這戶人家雜物真的多到爆 屈公所邀請了近百名志工 前往協助清理 他們在35度炎熱高溫下 走進寸步難行的屋內 光是一樓 清了一個小時也清不完 志工們一個個汗流加倍 志工們不辭辛勞 握在屋子裡清理 當場可是蚊子滿天飛舞 台南市北區這戶民宅 住了一家三口 六月中旬八十幾歲的屋主及太太 身體不是要就義 但救護人員到場 經見屋子堆滿雜物根本無法進出 花了一個半小時才把兩人拉出來送醫 滿屋子雜物沒通道真的很危險 實際的志工也表示說這個是他們從做這樣的公益到現在發現唯一一個住家連走路的通道都沒有的一個家庭 兩位夫妻通到我們的安養院經過他女兒的同意幫他把裡面的東西都全部清出來 六月最後一天去公所動員百名志工從早上七點多到下午五點整整一天的時間總共清出了二十噸的垃圾 還給這戶人家及周邊的鄰居清潔安全的生活環境 TVBS新聞顧手倉彈彈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